这个时候有人说 到底是不知道危机入市 刚刚看了这个实验室 相关的设备现在很夯 医疗产品现在是有钱买不到 美国抢口罩是怎么抢法的 我两倍三倍的价格 跟你法国人拼了 现在有没有可能经济的状况 会达到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步 当然这一次我们的疫情 叫做提前部署 那疫情是防止病死 所以我们看到大家都看到说 谁的病死率最低 但是经济上是防止二死 所以它反而是后面的一个考验 比前面来的更大 所以我想目前来讲 对国内来讲 我们已经有前面部署的一个经验 现在我们要开始做经济的部署 那经济上来讲很多人说 这一次是1929年 加2008年的统合的恐惧感 那其实这点有一点错误 我要跟各位报告 2008年是由上而下 倒的是金融股 雷曼银行 对不对 这是倒的金融股 但是它的人员是比较少 这次是由下而上 所以失业率会很高 所以现在政府开始要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1929年跟现在是不能列比 美国股票跌了半年 欧洲才知道 现在不是美国今天跌 我们明天就知道 不然看川普这推特就知道 所以这个是不能列比的 但是8月6日讲说 我89岁了 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恐慌 你就知道这一次影响的程度 比2008年至少要大 十倍以上 所以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个人认为有三个 大家要注意的改变 第一个是金融的改变 现在全世界无限QE 一直印钱 钱越来越薄 钱消风 钱没好气了 然后低利率零利率 所以未来要自己理财 所以理财的节目 应该会很多 而且大家要理财 不然你不能靠政府 政府不高兴 你想靠我们儿子 别客气了 娱嫣娱了老爷 带媳妇 带到大街 带新留带到老街 现在要自己在义一张 看他看二人 第二个 产业革命 零接触了 第一个 再来的话 最严重什么 无人工厂 无人工厂出来 会衍生到 衰童 对 第三个 我们政府的产业政策 一定要提前布巿 现在农业局 农委会 我们的经济部 我们的其他的部门要全部 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口罩 因为全球分工啊 一个口罩0.9 是我美国做那个干嘛 台湾做大陆做就好啊 结果现在发现不行 这个天灾一来的时候 全部都锁国 你有钱买不到 所以现在所有的部门 陈时中要跑出来 经济部的陈时中 农委会的陈时中都要跑出来 现在这些都没准啊 这都没准啊 没他都分析啊 你没有model 柯德转家 你没有以前的model 你一般来讲这是假设 经济的一个所有的东西 都会有一个假设 你没有假设的基础 你后面的东西一定是假的 但是这个是真的发生了 30亿蒸发的事件 这个是国内某一家的 非常老牌的金控股 它里面的一个证券公司 这个证券公司里面 有一个陈姓的主管 2006年的时候 好 我跟你讲真的走路 风漏到人面会失败 2006年因为那时候股票 刚刚大家想说已经到了 够了 够了 要下来 所以他就花很多认售权证 认售的意思就是看空 那我发认售 如果你要买的话 你就是看空 那我是券商 那我要什么 我如果你们全部买走的话 那以后赚钱是你再赚 我没办法赚啊 那我要干嘛 我要去避嫌 所以那时候刚好他发认售以后 股票一直涨 买的都市 所以他贪三亿 结果2008年就没了 2008年他都发认售 都发认售 真的去买掉他 买掉他就手朗朗了 他发一万兆就发差不多两亿了 两亿都去买的时候 他就要去超三亿至五亿去做避嫌 结果他没有避嫌了解 这次要更严重 8天了34亿 他以前七年多贪32亿 所以8天上七年贪的 我们不是说三台一台开空 不是这样 所以贪钱不输 咕咕咕咕咕 如果你贪钱 水帮山 你不能看 这我们现在看到 就觉得都34亿 对他来说我们不痛不痒 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讲34亿 真的像你说会出人面